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我那个时候已经有22年了 当然我是跟着它一起在走 也一起在成长 进入八十年代 全社会对个性表达 越来越呈现一种宽容的状态 蛤蟆镜的镜片可以很大 年轻人的鬓角可以很大 夸张的姿态表现着不羁 八十年代 在思想变革的土壤上 生长起来的时尚潮流 狂热而沸腾 在这其中 占据中国人春节欢庆生活 最重要位置的春节联欢晚会 在大众层面所创造的 引领时尚与流行的潮流 更是无出其用 1987年 邓在军又一次接任春节晚会总导演 到处物色演员 时任东方歌舞团团长的王坤 向他推荐了一位名叫费翔的台湾歌手 一听有故乡的雨挺好的 现在我就想把它拿来处理一下 后来再一听 有一首歌节奏特别好 就是一把火 他觉得我就是希望这首歌能够火 能够 还有我觉得费翔的动作 我能接受 我也觉得他应该是让他表现 我给他全景 让他的整个身体的 就是舞蹈的各方面的这种发挥 让他出来 当天那天晚上 他第一次可就出来了 哎呦走得可漂亮了 哎呦高兴的呦 好底下我们的领导说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怎么我怎么回事 不能切全景 不能看他跳 因为那个时候呢 还是处于 虽然已经粉碎自人帮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思想思潮 还是属于那种 动不动就上纲上线 动不动就这个往政治上靠 在那样一个状况之下 结果我听完导演 张苏芬老师说 多好啊 多好啊 我说 哪哪跳得那么好 他就切了 哎呦我想不行 我说苏芬要再再 你再切全 你要触碰我了 哎 结果所以我们的 你没看那一段镜头 都是这个角度的近景 那个角度中景 那个角度的近景 这个角度的中景 就全是半身 结果在排练的时候 是全景 到时候是半身 这时候 费翔跳他不懂啊 他不知道啊 我镜头怎么处理 他不清楚 我也没告诉他 结果完了以后 摄像不知道跟 结果就 你没看有一个动作 哇就到了底下 就落出镜头了嘛 就这样子 你的大眼睛 明亮又闪烁 放过天上星 星最亮的一颗 你就像那一把火 熊熊火焰 混乱了我 你就像那一把火 冬天你一把火 你这样吗 那个手在亮 一个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动作 已经成了当时年轻人的 一种标志动作 至少我们那会儿 在这个部队的时候 相互一见面啊 好像都是习惯性的 那个就是 手从上到下 像火苗一样 所以当时你别看 比如说 迪斯科之针 交易武之针 我都觉得表现出来 我们观念的更新 我们思想的 更进一步的 这种十一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这样的文艺的需求 春节联合晚会 对中国的文化贡献 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 它在每一年的 大年三十那一天 能够让亿万观众 数以亿级 甚至数以十亿级的观众 能够围炉首遂 和家团聚在 一个共同的空间里 这个贡献就已经很大了 但是在那个年代 真的它是一种创新 它给人打开了一扇窗 我觉得不光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艺术作品 同时让我们在这种艺术作品当中 看到了中国开始开放的那样一种气息 看到了我们的生活在发生变化的 那么一种信号 大家唱 人人唱 唱的是那个年代的一大特色 一批人以启蒙概念 上述朦胧的娱乐启蒙时代 这样争相演唱同一首歌曲的热闹场面 实际上也说明了当时人们自我抒发 与解放式的娱乐心态 有时唱什么本身不那么重要 关键是能唱 想唱就唱才是硬道理 娱乐精神在中国内陆萌生壮大 那时候大家觉得是一种生活方式 那时候人们才开始真正在音乐当中 开始知道什么叫娱乐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可能需要的就是这些渠道 我们能够更直接地表达 我们心里想要表达出来的 可是因为压抑很久的一些情感 八十年代末的娱乐片热 是电影市场化的第一次冲刺 在这个过程中 明星开始成为人们文化消费中的最重要的核心 许多影星歌星成为被大众追捧的目标 影院看电影 去歌厅唱卡拉OK 年轻人们有了自己的业余生活 光国珍因诗集年轻的潮 引领通俗诗歌的风潮 费祥在十二个城市举办了六十三场演唱会 反响强烈 其实我那个时候 在春晚不久之后 有一个跟我同年龄的一位男士 有过来跟我说 费翔 他就是在一个偶然地遇到我 他就是说费翔 你好 我是谁谁谁 我 我要感谢你 我就说为什么 他就说因为我是用你那首读你向我的爱人求婚的 然后 然后我听到这句话 我就非常非常开心 很开心很开心 然后我就 一直记到今天 印象很深很深 他也没有跟我再多说什么话 他就是招了一个手就走了 可是的确 他可能就是 用了那首读你 就能够让他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改革开放让中国的大门渐渐向全世界打开 由此 面向市场的大众文艺创作更多的将视角聚焦在人生际遇 情感困惑和流行风潮 所有最主要的他也是 我觉得也是能够让当年的一些中国人想要表达的 还有压抑的一些情感能表达出来 能发挥出来 用通过这首歌 哪怕我听他也好 我自己唱几句也能够发挥出来 也会感受到 通过个人也通过世界的媒体 就是对于中国的看法 对于中国的一些反应 我真的是 特别高兴 就是中国现在是 就是越来越受众诚 在爱里 在情里 痛苦幸福 我呼唤着你 在歌里 在梦里 声色相依 我苦恋着你 做人是起风不苦云 我也不会离你而去 当世界 向你微笑 我就在你的泪光里 看了那么多人关于百花的评价 我真的是深深地了解到 无论是感性的回眸 还是理性的思考 百花都真正做到了尊重文化历史 和梳理文化历史的作用 那现在呢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百花的编导之一 刘涛了 刘涛现在也在紧张的工作当中 我相信啊 对于观众来说 这可能仅仅是一次记忆的共鸣 是一次历史的回眸和梳理 但是对于像刘涛这样的百花剧组的工作人员来说 这里面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采访一下刘涛 刘涛你好 那打扰你了啊 因为之前呢 我们先锋网也曾经采访过你们的剧组 聊的都是我们在前期采访啊 制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幕后花絮 现在百花已经播出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了 作为导演之一 你现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进入后期会已经播出了 那其实我们后面的感悟和前面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加入了很多 我们前期案头里没有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的获取是从哪来的呢 是从每一个名家采访 他的那个信息量里面得到的 是一些不知道的 鲜为人知的 就讲歌的时候比方我采访费翔 那费翔呢 他呢我们只是想讲讲 东西里一把火 互相的云在春晚当中 这样的一个台湾歌手 倒入内地来 对吧 产生的那种时尚 那种偶像的力量 但是他讲到的 他说其实他最感动的 这是我们后期 后来书里当中 我们加上了这段话 我觉得这很重要 他说我当时在演出完了之后 有一个观众 他过来握着我的手说 哦 费翔 说我要感谢你 他说我跟我女朋友 谈恋爱的时候 我给他听的歌是独你 一位男士 有过来跟我说 费翔 他就在一个偶然地遇到我 他就是说费翔 你好 我是谁谁谁 我 我要感谢你 我就说为什么 他就说因为 我是用你那首独你 向我的爱人求婚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也好 作为艺术家也好 他觉得这一瞬间 他是感动的 他是感动的 相信观众是感动的 那我们作为编导主创来说 也是感动的 我们一定把这段东西 拿到我们百花里面来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